大家好,我是Dan 引起私生活争议后 宣布11月回归团队的来自散汉 决定退团了 SN瑜伽的Production 于10月13号正式宣布 来自成员散汉退团了 这是在宣布散汉回归团队 仅仅两天后就改变的决定 我们来看一下SN发布的立场文 我们认为如果散汉能够反省过去的错误并回归 让来自作为一个团队再次成长 那么这将能给成员们和粉丝们带来更大的幸福 因此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 做出了这个决定 然而在宣布回归消息后 我们注意反思了粉丝们的意见和反应 意识到我们的决定 反而给各位粉丝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和伤害 同时斯汉也为了成员们和粉丝们 表达了自己离开团队的意愿 我们尊重艺人的决定 特此通知大家 斯汉将不是回归来自 而是退出团队 今后我们将继续支持斯汉 让他能够展现自己的才能和追求梦想 接着斯汉也发文告知了自己退团的消息 其实在斯汉宣布死难从11月回归后 在红王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斯汉的总公司前出现了数百个恳究花环 导致住在周围或者是路过的声明们 都前来观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反对的声音如此激烈 所以斯汉才会推翻了原先的决定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这也能成 粉丝们真的辛苦了 听说送了1000个恳究花环 看来要搞到这程度 公司才肯听啊 不管怎样粉丝们恭喜恭喜 哇 时代真的变了 尤其这次韩国中国日本的粉丝们意见一致 公司也没办法不妥协 花钱的是粉丝 当然得听取他们的意见 粉丝们恭喜恭喜辛苦了 斯汉也要加油 还很年轻 应该还能继续做歌手 SN你们可要负责到底照顾好他 斯汉这样公开的被骂 都是因为公司没有好好应对 这是公司的责任 对于斯汉退团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小学是 阿南兄弟固定班底协星 伊吉诺 在10月14号突然发出立场文 坦诚自2020年起 开始在线上赌博网站上赌博 最终背负了无法承受的债务 并表示在此过程中 从许多人那里获得了金钱上的帮助 他表示 每当接到陌生电话 我的心脏都会狂跳 担心那是与债务有关的来电 我每天都活在这件事 随时可能曝光的恐惧中 就像每天被折磨一样 每个月我都在稳定偿还债务 我会在有生之年 彻底还清这柄欠款 金钱上的损失固然重要 但最令我愧疚的 还是辜负了那些 相信我而借钱给我的人 根据媒体报道 伊吉诺于2022年 向几名表示急需用钱 并承诺只借用一周 因此向他借下了一亿含元 虽然双方当时有写下借据 但几名觉得 伊吉诺其实并无偿还意愿 因此宽容地表示 只要在10年内还清就可以 对此BK对于14号 向媒体表示 其名确实遭受了金钱损失 当时是写下了借据 此外伊吉诺也因伊吉诺 遭受了至少数千万韩元的损失 不仅如此 伊吉诺还以伊吉诺的名利 向周围人借钱 导致伊吉诺不得不带为偿还 因而蒙受了更多损失 关键媒体确认 其名伊吉诺等多位艺人 之所以会被伊吉诺欺骗 是因为他常以家人有病为借口 并表示只需短期周转 而欺骗了他们 然后伊吉诺不仅向艺人们借钱 还动用了高利贷 进一步恶化的问题 目前有些艺人决定对他提起 诈其最高速 并申请冻结请柬出费 而阿南向尼制作组也生命 伊吉诺将从本周进行的录制开始退出 已经完成的部分 将尽量剪辑后播出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原来假装父母生病 装可怜 请民传隐素工 才给他借了这么大笔钱 真是太过分了 竟然这样利用他人的善良 他现在应该会陆续退出所有节目了 那受害者的钱 什么时候才能全部还钱 不管怎样赶快还钱 还有接受赌博治疗吧 古人不是常说 若不想家破人亡 就要小心酒女人赌博 他大概是不敢向 卡沃冬或扫枪网借钱吧 因为一开始就没打算还钱 对于伊吉诺的赌博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比较 activating也可以 做不成功 都是你尊牛的 他做不成功 你就像在返击 你也不成功 但真的 nessa